HELLO 大家好 我是鬼鬼 今天呢我們來開箱一個新的電競滑鼠 這開箱的滑鼠叫做 SGM1 它之後名稱叫做夜行者 那它是由懸鋼開發的 大家有聽過懸鋼嗎 如果你有在買電腦零件 或是買機殼的話 應該會常常聽到這個名字 那其實我電腦機殼就是懸崗的 然後他們其實有非常多的其他的3C產品 像我們這次的滑鼠呢 夜行者2 對 電競滑鼠都有一個很酷的中文名稱 那這邊打開可以先看到他的一些 樣子還有旁邊的基本介紹 好我們趕快把它打開來看看裡面的 詳細介紹 OK這個就是我們的 滑鼠本體 他的滑鼠呢是不規則型的 現在電競滑鼠基本上都是這種人體工學然後 右手優先 對這是右手專用的 你可以看到他的線有特別的保護 然後還有這個磁環 那前面接頭是鍍金的 比較避免一些雜訊的干擾 其他配件的話呢有一個專屬的收納袋 然後還有下面這個替換的貼紙 這就是下面有一些這個可以 如果髒掉啦或是這個磨損的話 可以再替換一次 這個我記得用很久了好像還沒有換過 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CD片 那他也透過軟體的安裝呢來修改他的按鍵的功能 你可以看到旁邊有 5顆按鍵 這可以設定各種聚集 大家還記得聚集是什麼嗎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就是 按一顆鍵 他就可以設定成 你的一連串的組合鍵 可能是Ctrl C加Ctrl V 整個複製然後馬上貼上 複製馬上貼上 或是你是按 Auto加F4 就是按一下 整個就關閉有沒有 那總之聚集呢 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功能 這邊 馬上這邊就有5個按鍵可以使用了 好那接下來再進去 大家看一下他的滑鼠的外觀 上面這兩個按鈕是調整 DPI的 DPI的數字越高呢 他的移動速度越快 這次DPI可以達到10800 超快 超快 你只要動1公分 你就可以從左邊滑到右邊 對越高就是越快 那你的螢幕越大呢 你就要滑越遠 然後你手就越痠 所以DPI越高的話 你習慣的話 你的工作速度 就會變得非常的快 那後面呢 還有一個小開關 這個可以打開 這邊打開的話 是這邊的 砝碼 對他可以負重量的 對他重量 內建是裝了24G 有6個4G的砝碼 如果你想要比較重的話 你就可以把砝碼裝上去 但是如果你想要輕一點的話 就可以把它拿掉 就他可以自動配重 我第一次用有 自動配重的滑鼠 好那我們就正式來試用啦 那電競滑鼠呢 一定會發光 現在的滑鼠基本上都要發光才夠選 那他發光的範圍是這個 滾軸 然後下面LOGO 還有旁邊的5個按鍵 自己都會發光 然後這邊還有4個階級 就是我們的DPI的階級 你可以看到按了之後呢 顏色變了 好4個DPI的顏色都不一樣 那這個可以自己調整喔 那如果你的電腦剛好沒有CD槽 可以安裝的話呢 你可以到他的官方網站 然後直接去下載 他的設置軟體 不過基本的滑鼠功能呢 倒是誰插誰用 不用特別安裝 雖然沒有電滑鼠墊呢 在桌上也能靈敏的使用 但懸崗這邊有特別提供一塊 滑鼠墊超大的 台灣沒有賣喔 因為好像台灣沒有進貨 所以這邊是懸崗特別送過來的 所以應該是很少人擁有這一塊吧 好有了滑鼠墊之後呢 比較不會這麼滑啦 比較好操作 然後他這邊的 內建的軟體設定呢 有非常多的功能可以選擇喔 光是正面呢 他這邊有7個按鈕可以自己設定 像是左鍵右鍵 然後中間的滾輪 滾輪它可以向左跟向右 這也是一個按鍵 然後再來就是這兩個按鈕 原本預設是DPI增加 然後DPI減少 這邊也可以設置成別的按鍵 你想要變成Enter啦或是ESC 都可以 這邊的設定中 他已經有內建很多方便的功能 像是多媒體指令 可以直接開啟播放器啦 直接切換下一手或是暫停 或是提高音量 然後還有文書的剪下貼上 複製 好方便喔 原本是要你用按鍵那個 鍵盤去設定嘛 然後這邊直接給你一個方便的功能 他還可以按一鍵就顯示桌面耶 如果你在上班然後不小心偷玩個遊戲的時候 快被抓包的時候趕快按一下滑鼠 然後就顯示桌面 然後記得你的工作列要隱藏 不然工作列下面會顯示什麼遊戲 Minecraft在下面 你還是會被抓包的 這邊的設定聚集呢 你需要先在下面的聚集編輯器 這邊來設定 這邊的聚集編輯器呢 要新建一個 然後開始記錄 接下來你按的所有按鍵他都會記錄下來 比如說我們要打 948794 狂 那狂變成中文字我要按一下shift鍵 然後打一下 狂的按鍵 這樣子 就結束了 我們再切換按下shift 切換回英文輸入 這樣子就可以 我們接下來就按一下確定 好那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趕快來看看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我剛剛把它設在這個鍵我們按一下 超快 你有沒有看到 他超快打出來這個字耶 948794狂 超快速 再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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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集的功能真的是非常的強大喔 好那他目前的DPI設定呢有七段變化 我把燈關掉好了 他這邊有七段變化 一開始是紅 藍 總共有七段的顏色 那這個顏色呢你可以在這邊自己調整 然後每段的那個DPI也可以自己拉喔 你想要多快啊 這可能太快你可能再調一下 我覺得大概5000多 一般使用大概 5000多算是不錯 差不多的 然後你不喜歡這個顏色你可以換成你想要顏色 發光還可以調整它的亮度 我來看一下100%的亮度是怎麼樣 現在的亮度呢 這樣子是25% 我們來調一下 我們按一下套右 嗯 100%的亮度 有比較亮嗎 現在開燈有點看不出來 好然後這邊也可以設定那個呼吸燈模式 他就是有時候會亮 然後會有呼吸的感覺 然後又按下來 他可以設定秒數 可以5秒 4秒到8秒 然後還有全區變色耶 這個就是他的全區變色功能啊 他會自動 變成你剛剛設定上面DPI的所有顏色 會一直繞一圈一直繞一圈一直繞一圈 那你可以設定他的時間快或是慢 好那目前使用起來呢 我覺得滑鼠的手感呢 倒是還不錯 就是手型剛剛好 我的手機算是蠻大的喔 所以這個握起來呢 算是蠻剛好的 那接下來我想測試一下 左邊這5個按鍵 到底會不會誤按呢 我這邊把它分別設了 1到5 對數字的1到5 我按按看到底會不會 是我想要按的那個按鍵 會不會誤按 那左邊的撐按鍵呢 基本上就是用你的大拇指 那你可以靈敏的控制 5個按鍵嗎 我來按按看 會不會照我想按的地方來按下去呢 首先是1 2 3 4 5 ㄟ 1 2 3 4 5 ㄟ 剛好 各種部位都按的到 這邊是5 然後這邊4 然後這邊 321 這樣 還不錯 按起來倒是不會卡 4 5 ㄟ對 稍微習慣一下 5 4 3 2 1 ㄟ 按錯了 1 習慣一下倒是還蠻精準的 不會按錯 不會按錯了 呵呵 才剛說 才剛說習慣一下 5跟4比較難按喔 4 5跟4是用到 大拇指比較根部的地方 你不太習慣用這個地方去按按鍵 前面3個倒是比較 比較順 前面3個比較分開 所以 按起來就是比較不會按錯 那接下來呢 帶大家看一下它的變色功能 我剛把7段的顏色調成 7色的彩虹了 我讓它最快速的變色好了 關燈之後呢 顏色看起來就比較明顯了 那這是最快速的 7彩變換 機材變換 當然如果你不想要發光的話 就把它射成黑色也可以 有些人不喜歡太亮 那射成黑色就可以了 好的那我們今天的開箱介紹呢 就先到這邊結束囉 感謝大家收看 那這次很可惜呢 沒有跟廠商要到一個滑鼠可以送給大家 不過呢 它這邊有提供我 它的特別的T恤 可以抽給大家喔 對 大家如果想要這個T恤的話呢 我們也會在FB 辦這一次的抽獎活動 大家知道嗎 我每個禮拜的 基本上開箱啊 或是獨立生活的影片 都會辦一個 FB的抽獎活動 所以如果你有關注FB的話 每個禮拜基本上都可以參加一次抽獎喔 那這次的獎品呢 就是有四件的T恤 對大家如果想要的話呢 就去FB參加我們的抽獎吧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大家 掰掰 掰掰 親愛的觀眾朋友 你們好 你還沒訂閱的是我左手邊的鬼鬼頻道呢 還是我右手邊的鬼鬼的御宅生活呢 什麼 兩個都還沒訂閱 很好 你非常的誠實 所以現在就按下這兩個訂閱按鈕吧 這邊還有推薦影片 請務必去看一下喔 再不按的話 手很霜 好